观众朋友们午安 感谢你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时事评论员罗旺哲 翟轩好 大家好 立委徐晓芯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平安 好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一位靠背哥王毅川 现在是不是真的大翻车了呢 因为不小心讲出来 难道我们真的政府 就在监控人民吗 那我们看看 现在北柬也要跳出来说要查了 因为王毅川告诉大家 这个政府用手机定位来分析青鸟 不只分析青鸟 连517通通都分析了 所有上街头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都掌握到了 你们的这个年龄 你们这个倾向 是参加了什么样的活动 全部都掌控其中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让大家觉得说 这就是我们的自由民主吗 那现在用分榻字案来侦办 那这个事情呢 目前已经分案侦办了 要厘清是不是有不法的情势 但是呢 切割王毅川大兵是不是开始 过去是要抢救 现在是要抢着切割 那你看看 内政部也说不知道这件事情 国安局也说没介入 民进党也说没提供 哇 王毅川翻车了 现在好像孤立无援 那再来这个林佳龙 可是王毅川的这个子弟兵 那巧新就问问他说 这个子弟兵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呀 林佳龙怎么回答 我们来听听 但他最近身为民进党的执行长 却在节目上表达说 他可以取得参加不同活动的 民众的个资去比对 我个人认为这样子的行为是 违反通保法以及个资法 想要请问部长 王毅川就是王毅川 林佳龙是林佳龙 我也没有这个事情跟他有什么讨论 切割得很快速 那其实他刚刚的那个肢体语言 就已经露出不安了 就像比方说我们如果不安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这样洞来洞去 所以巧新在问他的时候 对面怎么有一个这样晃来晃去的人呢 所以足以显示出来 哎呀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吗 让他就是肢体语言都展现出来了 再来NCC又怎么管呢 我们的主管机关 本节目最不敢得罪的NCC 也说他管不着王毅川 然后他讲说他现在要来去查 去查这个三大电信业者 今天大家听到这个就扑痴一笑 就想说三大业境业者 何孤啊 就关他们什么事情 是王毅川讲的怎么突然就是 我要严办 好 我去办三大电信业者 大家觉得真是这个民主 让大家展现一下 那NCC因为他说没有办法 直接找王毅川问 但是身为电信业者的这个主管机关 会发函给这个三大电信 来启动行政调查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建议NCC 因为当有来宾在节目上面讲什么奇奇怪怪的话的时候 本节目都是NCC发函给我们 那他不是在另外一个友台节目说的吗 NCC要不要去问问看他们呢 我们也可以友善提醒一下 怎么会没有办法直接问呢 有办法的嘛 那所以网友就讲说三大电信业者表示 就是X就是一个脏话 就说王毅川有说这个资料是我们提供的吗 所以三大电信业者也是有点无奈 再来这个蓝营说 这个王毅川讲的是手机讯号分析 那应该是违法的吧 绿营怎么讲呢 他说绝对是没有国家机器的 他们现在王毅川又转弯了 讲说他是参考坊间常用的各种数据 研究调查出的这样的媒体评论 绝对没有涉及到各资问题 那民进党也没有相关的设备 也不是民进党所进行的调查 所以绝对没有国家机器介入的这件事情 那所以呢 什么说的 吴珍说的 对这是吴珍讲的 就是反正就是他吴珍在回应这个问题 以民进党的这个角度来说 那再来 这个手机讯号分析 这个为什么讲法又变呢 一开始他不是讲说手机讯号 在节目上清清楚楚这样讲 现在又跟你扯东扯西 说是坊间啊 综合啦 然后什么样的一个综合评论 所以其实王毅川就是傻 我们建议你啊 你可以学学陪伪 陪伪就是说 没有啦 我超大的 我吹牛的 这件事情就过了 因为就没有人会讲你是什么 因为你是吹牛 那王毅川你还要继续变下去 一下子说是手机讯号 一下子说你自己综合分析 不认吹牛 认了吹牛其实就没事了 那但是王毅川真的是吹牛吗 我们再来看看 他到深夜的时候还在自清 他说这是景点的人流分析 昨天跟你在那边讲说是什么 他看到什么双北啊 不是都有那种什么 跨年晚会的分析吗 现在又开始跟你讲景点了 又扯到台中那边去 他秀出来说 欢迎大家来台中玩 他讲说台中景点都会有什么 游客的人次年龄性别流速率这些资料 那可是台中市的政府观光局讲说 官网呈现数据其实都是政府的开放资料 只有居住的县市年龄性别的分布 而且是去识别化的资讯 没有办法取得这样的一个个资 也没有办法进行个资的交叉比对 所以王毅川还是高大家一等 那到底要怎么样下这台车呢 我们看杨明哥就讲说只要王毅川执行长 你现在就公布出来 524 519的人流分析 你就秀给大家看 而且包含是哪一个业者制作的 你就让大家看一目了然一翻两瞪眼 我们就知道说你讲的是真的或是假的 然后再来呢 你可能也可以脱罪 因为并不是你真的去监控 而是其他的单位去监控的 那他说如果你敢这样公布的话 他就发100片的鸡排 那我们刚刚也是真的就是本节目 打给了这个靠背哥王毅川 就说请问这件事情 就是你们你可不可以让我们也看一下 说这个资料从何而来 他就告诉我们了一句这个官方回答 叫做进入司法就不回应了 好吧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得不到答案 伟汉哥就讲说 这个他去问了一些业者 就说王毅川恐怕是有麻烦了 因为王毅川讲到这个青鸟行动 还有519这个民众党的集会 那其实呢 这个就已经是去识别化了 但是侵犯各资的话 这个业者是不太可能会提供 这样子相关的讯息的 这个业者一定会有麻烦 那既然不可能的话 那王毅川又是从何得来呢 所以现在王毅川 到底要怎么样善了这件事情 以及呢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下史诺登 其实有些人在讲说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绝对不会 如果有这样的人早就有吹哨者出来讲话了 但是你看史诺登当初这个临近计划 就是美国在2013年大规模的监控 然后也让全世界投下一个震撼 当时就是没有任何吹哨者 然后史诺登他本身是在这个计划当中的人 最后他自己出来 然后把这个事情给爆发 原来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带头进行全球大规模的监控 像是Facebook Google 还有YouTube这些 巨破的网络巨破名单都在其中 要不是有这样的吹哨者 其实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真相 也就是说 我们来问问观众 台湾为何没有吹哨者呢 还是这个有利益共生团体呢 答案A是民进党 答案B是这个国安局 答案C是总统府 答案D是这个王毅川吹牛 您觉得这个答案会是什么呢 而且游史惠也提到了 其实我们以前振兴卷 在疫情的时候 农油卷也好 这个易放卷 动资卷 上千笔的民众个资 政府到底是如何管理的 其实细思极恐 也就是我们这个足迹抓的 比起这个监狱逃脱还来得更快 就没有人发现说 当年疫情扫的这个QR Code很愚蠢吗 那个QR Code其实就是一种 是不是也延伸到现在的监控呢 我们来问一下巧新 巧新怎么看 好 其实我们这边有四个问题 A B C D C我没办法 A 民进党一定有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王毅川的话 他是因为他是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 所以他才拿到 他如果只是一个名嘴而已 我看他是不会拿到那样的资料 他是有党职身份的 D 王毅川吹牛 我不认为他那天是在吹牛 因为他通常 Ki 不能 Ki打的时候是一种状态 我不确定的不能讲 对 他是一种状态 他就是那边欧白说一堆 可是他当天分析得很详细 他讲得很详细 他讲了一整篇的论述 所以那不像平常在讲插话的 讲说没有靠背的那一种错法 然后这个C 总统府我没有办法问 那总统府的话可能是国安会 就总统府底下国安会 那再来B是国安局 国安局的部分 我在昨天已经咨询过 国安局的局长蔡明彦了 他告诉我说 就算是国安局 要取得这样子识别化的资料 需要经过12道手续才能拿到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认为有一个人 他有可能国安相关的问题 我要去取得他的个人个资 国安局要有12道手续以后才能拿到 那你王益川厉害 你可以直接跳过国安局 你比国安局还猛 那但是除了这四个单位之外 他会通灵 我认为还有其他两个单位是有嫌疑的 第一个单位内政部 因为内政部它有最多的是我们国人的资料 包含警政系统 然后包含是他们有跟这个有一些标案 我去查了一下 跟我们的电信公司是有合作的 第二个最有机会的其实是疫情期间 也就是NCC跟卫福部共同合作的部分 我念一段给大家听 NCC基础设施与资通平台的处长 像天下杂志证实 中华电信协助疾管署开发的平台 串联台湾五大行动通讯业者的基地台 可以直接监控居家隔离的人 居家隔离者手机的位置 而且他还告诉你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要求电信公司配合之后 大家记得之前那个钻石公主好吗 疾管署会知道他们去过金瓜石基隆九份 就是NCC请中华电信 分析旅客下船之后 曾经到过哪些地方 根据手机还有基地台 找到相对的位置 虽然无法知道最精准的地点 但是区域跟方位都可以 用演算法用基地台去算出 有没有觉得跟王毅川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一模一样 那是非常时期 难道到现在还可以使用 所以他到底取消了没有 他是不是转成说这个系统建制完之后 变成是国家来监控人民的一个单位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是五 不知道五哪一天 五月的时候 去上街头的这些所谓轻鸟行动的人 你们知道你们被政府监控了吗 最后我再讲一下 为什么王毅川平常嘴很秋 现在说进入司法不回应了 因为立法院的职权行司法三读通过了 在复议然后总统签署过后 第一个会被要求来听证的 王毅川 NCC 然后这个疾管署 然后相关单位 全部大家一字排开 不能说谎 那到时候真相是什么 我不相信检调 检调那边他之案查来查去 也不是不公开给大家看 但是调查权跟听证权 我认为在这个案子上面 是很有机会查出真相 所以他才闭嘴的 好 汪哲 我要先给这个陈玉珍委员一个赞 因为他当时是在这个友台的节目 抓到了这个王毅川讲的这句话 要不然其实没有人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很多过去可能蓝营的这些明代或是什么 过去这个友台的节目或是深绿的节目 他们都会变傻包或是跟着附和 那陈玉珍他到了这个友台的节目之后 他当起了纠察队 还可以抓出别人的弱点 所以今天变成这么大的一个巡案就在这里 所以陈玉珍功不可没 那问题是像王毅川我觉得 你既然讲错 如果你认为你讲错你就道歉就好 你就真的承认你说谎 或是承认吹牛 对 你就承认吹牛 搞不好你就不会衍生这么多证 因为看起来 民进党内很多人不想跟你上车 你看包括像内政部 包括像国安局 甚至台南市政府 他们也举办过台湾灯会 昨天也发新闻稿说 我们台湾灯会用这个电信业子 只是看人流的部分 没有说看到说这个人过去参加什么活动 没有这个部分 已经都去识别化了 所以你这样的说法 会也会让绿云的执政县市相对尴尬 那再来一点 他现在这个说法出来之后 最尴尬的是谁 就那天青鸟活动所有上街的朋友 那个是最尴尬的 我在那边挺说我要反黑箱 我要怎么样 国民党民众党下架 结果被发现自己是被监控的那一方 这个 你要回去怎么交代 所以他们突然就散了 对 所以大家就说 那个气 照理说你那天看起来 气势看起来还OK 那你这个礼拜 气势应该延续下去 议题要延续下去 可是你看 昨天王一川讲的话之后 气势嘎然而止 你们下次还要上街头吗 你再上一次就是再被监控一次 对 所以你看 这个就扮演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反作用力的角色 我不要说猪队有 但是就是个反作用力 你是谁让青鸟活动尬然而止的 看起来就是王一川 而且你看 这波出来之后 你看包括连民进党中央 说法也是有点尴尬 一变再变 因为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讲 然后你到底 你讲出来之后 我们要怎么回应 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那现在王一川 惹出的这样的问题 我必须坦白讲其实你就好好面对就好 你不要再东扯西扯 说过去你当过局长 所以你知道台中市政府怎么样 这些对你来说都没有帮助 你就直接认错 要不然我跟你讲 这个案子会继续烧下去 我也不相信检调会办出什么东西出来 因为检调大家过去都知道 看颜色 可能是说看颜色办案 或说觉得这个东西我把你拖下去 他绝对不会那么快明快出手 而且看起来也遥遥无奇 其实我觉得幸好是王一川讲出来 就是因为他得意忘形讲了这一番话 我们才知道原来政府在监控大家 才这样子抖出了这么大的一个 原来我们人人被监控的一个事实 我们来问一下慧伦哥 王一川讲的是事实 王一川之前在友台讲的话 有哪几句是真的 怎么会去相信王一川讲的是事实 就像刚刚巧欣讲一个在肇事晚会 会忽然起党的人 他讲的话你要怎么认真 这个像陈玉珍 叶元芝之流 他们去三立都是在帮国民党扣分 他们最好是不要去了 每次去都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我才不晓得陈玉珍跟叶元芝 那么喜欢去三立干什么 就基本上是轻痛愁快 这个罗王者 如果陈玉珍没有发现的话 那个影片播出来大家也会看到 他也不用检举 三立的节目又不是只有 陈玉珍一个人看得到 那这个当然我知道巧欣很忙 而且他是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但是翟軒这个事情 有一个部分我很不高兴 我每个月要缴好几百块给某电信 而且讯号很烂 那我请问大家 他凭什么对我做人流的分析 我去台中 我去新北 我参加什么活动 你分析我干嘛 那伟汉兄讲那个去世别话 显然他是会错译的 去世别话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说我今天租你这个电信业者的门号 我去哪里 不干你的事 你也不准你告诉任何人 哪有分析个什么XX 还拿去卖 那你拿去卖还分一点钱给我 国安局长有承认说有拿去卖 对 他们就是拿去卖 那业者那你凭什么拿去卖 那个讯号又烂 还跟我收那么多钱 基本上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要理解 刚望哲有个部分讲对了 就是这种东西他北检为什么昨天要去办 不是因为黄国昌跟法务部长告发 因为现在的法务部长就是之前 两个礼拜前的北检的检察长 那为什么他要办 这很简单 你去看当年柯建民 因为柯建民经常在视线 柯建民是视线的老手 你去看大法官729号解释就清楚了 所以刚刚巧新讲那部分 我是比较保留就说是这样子的 观众朋友 为什么北检他要去做分案这个动作 他的意思就是我要办给你看 你怎么以为他要办 他就要办给你看 这个是办案的最高境界 我有办 你怎么骂我 我办给你看 对不对 他是为人民服务 他不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司法是为政治服务 你怎么还看不清楚 许巧新去北检检举了这么多案子 哪一件有办 没有一件有办 都拖好久 你看嘛 但你还在想说他在办什么 以前法院是国民党开始早就改了 民进党开的 你是在想什么 你说我们这个国会调查权第一枪 王毅川第一个人 你是在想什么 当我北检开始在侦办的时候 你看北检昨天讲这个多好玩 这重点在这里 他说目前被告尚不明确 那被告是谁 被告就王毅川还不明确 台北地医院署你有毛病吗 被告还不明确 难道被告是三例吗 那你今天你这个729号解释 当北检他在办案的时候 你基本上你立法院监察院 都不能再调券 在侦查中的案件是不能调券的 那这些东西 包括刚刚提到什么电信业者什么的 北检在办案 我在侦查的时候 立法院跟监察院都得让开 所以昨天他分案是在干嘛 他在保护王毅川 你怎么会以为他BBQ 就说这个人是我的 这个人是我管的 那你觉得王毅川会有事吗 其实刚才宣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 王毅川就是吹牛 我用一个历史当我的结论 请问在今年2024总统立委大选之前 谁公布假民调 黄珊珊 全世界都知道黄珊珊公布假民调 请问公布假民调有事吗 我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 当然没事 但就是吹牛 柯文哲快赢了 柯文哲现在跟赖清德差不多 跟侯侯仪三个都差不多 谁跟你讲差不多 烂死了 那个假民调没事 假民调是 公布假民调没事 然后上电视 随便乱讲会有事吗 没事 好不好 不要再被骗了 好 我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忙回来 谢谢大家 我一直在听音乐 谢谢大家